情 殺 食 頭 恩 經常走入超級市場 不知你有沒有留意過它 它是豆腐火腩罐頭 未買之前我都不覺眼 原來它都出現了一段時間 還要不少超市都可以賣 這個講頭就手的速食年代 連男人的浪漫都可以入罐 真是有點唏噓 打開就見到大大塊腩肉跟你說Hello 等我弄光出來給你們看清楚 裡面大約有三分二都是豆腐來 其他就是肥腾腾的火腩 我本身很喜歡吃豆腐 所以不介意有那麼多豆腐那麼少火腩 對比起罐頭回鍋肉 這罐豆腐火腩的肉比例上都算多 講開又講 罐頭回鍋肉其實真的應該說名做回鍋筍咯 都不知肉去哪裡 講回罐豆腐火腩 見到油瓶埋了一坨坨白酥酥的 就知道這罐不應該生泡 我都是拿去叮熱它先 熱了之後靚仔好多 像一碟食物 聞下去和吃下去都是那種熟悉的鹹味 即是醬油、蠔油、糖、鹽、鹽 混合混合打個生粉獻上去那些東西 不難吃 而且出奇地在罐頭旁邊說算不太鹹 不過豆腐吃下去就真是屌一聲 它的質感是鬆散版的豆腐乾 咬下去硬得來入口又散散散散 已經不期望它有豆味 怎知它連豆泡都不如 失望啊 火腩很肥 我就不怕肥膏 不過它的肥膏是吃進口用到一坨東西的那些劣質肥膏 連我都想弄它 瘦肉的部分就跟一般罐頭豬肉一樣 沒什麼特別 而火腩的精水火腩皮 比肥膏質地厚一點 雖然薄就薄一點 不過我都起碼吃得出去曾經是一塊燒肉皮 還有這罐真的好油 我就吃開五香肉燈的 都不夠這罐油 拍完片隻碟洗起來還油鍋我炒過菜那些 老實說 我不會再買這罐 只是因為它不夠好吃 還有就是在家煮個公仔麵 用一隻公仔碗來裝作 這罐豆腐火腩實在太CAM 這樣實在對不起豆腐火腩 豆腐火腩這家東西 都是應該去的冷氣不是好夠 地上不是好乾淨 又吵怨巴閉的茶檔或者大排檔吃 這樣才有風味啊 嘻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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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